从头到尾那个不是我的产品 不是我的产品我怎么生产 近阿波罗董座许清光18号亲自出面喊约 强调黎巴嫩的呼叫器连环爆炸案绝对没有关系 不过检方已经分案调查跟传坏许清光 因为就连授权贴白的匈牙利BAC公司 也说自己只是中间人 谁是幕后元凶成了洛神门 如果可以取得残骸的话 那么就可以由这个呼叫器里面的电路板 还有它相关的电子零组件来反推供应链 风暴持续延烧 近阿波罗也被起底资深媒体人黄阳明找到13年前的报道 标题就是近阿波罗用退讲机扣住FBI的心 记录近阿波罗转型过程 当时选择不积极布局中国市场 而是转入高机敏领域呼叫器 更成为美国FBI指定的合作厂商 这当然是自己商业的考量 而且未必所有厂商都要前去设厂 所以这部分硬要把它没有去中国设厂 就要把这次事件连接起来 我想这是比较要审慎去形容的 近阿波罗的特殊背景也让整体事件传出阴谋论 近阿波罗是不是被美国措施以色列钱包单位利用 尤其近阿波罗授权制造的BAC公司 同样也很神秘 他带领我很多东西嘛 有一天他说我也要做护家计 那我可不可以挂你的厂牌 那每一台给你 里面的PAY 时机关有透露BAC当初坚持 要自行设计制造 也要授权贴牌 付款也都是透过中东公司 让整体案件更加神秘 事实真相 恐怕只能等减掉查个水落石出 欢迎新闻章上的装品达台北三不老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